另外三峡的龙学礼安西礼 则是在重阳节当天宴请礼内的长辈 并且请卫生所到现场 为大家来施打流感疫苗 替长辈的健康把关 三峡龙学礼安西礼 在重阳节当天宴请礼内长辈 为他们庆祝重阳节 还请来三峡卫生所 为长辈们施打流感疫苗 为长辈们的健康来把关 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重阳 重阳庆老节 所以我们在当天 我们就办了这个重阳敬老餐会 那希望能够宣导一些这个观念 代表我们新北市 对我们长辈的一些这个尊重 跟表示心意表示 那现场我们还有办一些 这个卫教活动 那帮我们由这个三峡区的 这个卫生所来到现场 帮我们的长辈注射这个流感疫苗 那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卫教 其他卫教资讯宣导 那希望让我们的里内长辈 也能够活得这个长命百岁又健康 今天安西里办理我们久久重阳的敬老餐会 让邀请我们这些65岁以上的长辈 到这边来共度的重阳节 让他们有一个愉快 很快乐的重阳节 餐会开始之前 家和有限电视长辈说明有限电视即将数位化 未来家中一定要安装机上和才能看得到电视节目 还有有奖侦达送蛋糕的活动 长辈们回忆相当热烈 是看电视固子对吧 用电视固子你看电视 那是无线的电视 那已经去年七月的时候 已经全国都数位化 数位化它有什么好处 本来可能大家只看五台而已 中视、台视、华视、民视、公视 看五个节目而已 可是他们数位化装了机箱盒之后 他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16台的电视了 所以数位化之后 我们可以看的电视节目会更多 那讯号品质也会更稳定 安息里长吴京一也为长辈献上惩治的祝福 我祝所有安息里的65岁的长辈 大家能够身体健康 甲霸离平安快乐 谢谢 从大新北新闻三辖采访报导 到大新北新闻